民眾盛裝打扮 刷卡通關 美國動漫影視展 年年備受矚目 這個外套我已經計劃了幾個月 想要準備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紙巾和紙巾 今年動漫展在聖地雅各舉辦 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 不少人打扮成自己最愛的動漫人物 入戲超身 我進入一個電動物圈 從服裝到道具 再到小配件 細節感滿滿 去年的動漫展 因為演員和編劇罷工 場面冷清 今年主辦方卯足全力 要給粉絲最震撼的感受 他們真正的粉絲 他們很羨慕 他們會明白 他們會看到 這是一個星星 我希望在星星的隊伍 遊戲公司打造3D星際遊戲 讓粉絲勝利其境 而今年Marvel Studios 回歸展中最大舞台 上萬名漫威粉絲 辦成漫威英雄道場 尤其是死士和狼人的背景版 非常熱門 場面熱鬧非凡 不只動漫展大獲好評 在紐約舉辦的玩具展 也很受歡迎 因此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 開啟斜槓人生 用賣玩具增加額外收入 不少網紅會用原價 將收藏版的樂高買回家 拼完後再加他們 以更高的價格買出去 後疫情時代用玩具 就能為自己增加一筆客觀收入 這樣一種方式 也在美國大受歡迎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